我是王傲天 要想你的總裁 呃各位我女兒林多多 與天聖集團總裁王傲天王總 已經喜結臉裡了 我希望在不久的婚宴啊 各位都能來捧場啊 哈哈哈哈 你往兩家將將聯手 你不明白這兒 是不是要不獨棟集團 你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 老爸你聽我解 你還敢教老婆 我告訴你 這裡是我們林家 你信不信我讓你走出你家的大門 多多 你死了 我到底 哪怕一定 喂林小姐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不怪我呀 你老公是你叫誰老婆 多多 可到底怎麼回事 還是我來說吧 林多多 林多多 王傲天 王傲天 陰差陽錯 我 不林總 不管我娶的是不是你的女兒 都不會影響我們兩個家的好 你們 你們竟然敢欣賞我 呃 歡迎各位來到林氏晚宴 接下來我給各位介紹一下我剛從國外回來的女兒 林多多 看我老這妾子果然是千金 林多多 千金大小姐 各位 我替林家宣布一個重要消息 林氏集團將會和天聖集團携手來共創海天市的明天 下面有請天聖集團總裁 你是 天聖集團總裁 王傲天 天聖的總裁輕易不露面 今天來的可真值 王總的氣勢 明天海天的頭條非常陌生 各位 我們天聖集團 將和林氏集團聯手共同建設 醫藥建設 你是天聖集團總裁 那 那他是誰 他是王傲天 天聖地皮猶猛 我是王傲天 林氏 你們竟然敢信我我 林小姐 你真的聽我解釋 我實在是被冤枉的 解釋什麼呀 天聖去死吧 別打架別打架 和諧社會 就憑你 別敢阻攔我 你冷靜點 我冷靜不了 你把我玩弄於鼓掌之中 我從來受過如此氣勢大的 悲團八反 我還差點火候呢 就憑你 你懂什麼 哎 你怎麼是我同名的 你還真是蠻恨不講理啊 我還想說 你怎麼跟我同名嗎 你們兩個不要胡鬧 今日是我臨時晚宴 我都 不要擔心 有爸爸在 是不是現在可以幫你解決 長海 老大 你怎麼來了 今日既然這麼熱鬧 就讓兩個想被繼續吧 好 既然奶奶都已經發話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不是 不是我說你啊 你這真法還差點火候呢 這是我臨家的紅門廢局 我讀到哪家的門啊 真是好事 帶你 賣 我兄弟 你也不知道勸勸 你可是你老婆 少爺無臟 誰人是誰 景登和醫藥時下的大小姐 那可憑什麼 你 你的知識 居然也知道神醫門的飛騰八法 我還以為你有多厲害 原來 是使毒的下流手的 不過就是自保的藥粉而已 怎麼就下流 你 飛騰八法 你從哪偷的 哦 你會就可以 我會就不可以 你也太雙標了 那我穿粉 你這才真的是多好吧 林大小姐 都說林家就死扶傷 你我不過是陰差陽錯 搞錯結婚對象 就嚇死扶手 是你 都是 讓我們林家成為整個海天市的像話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跟他才有關係 哎呦喂 你們兩個別打了 閉嘴 你的肥酸和毒藥與我不相上想 小玉是誰 林朵朵呀 剛剛不是介紹了嗎 哈哈哈哈 我贏了 那你看看你身上中了什麼 朵朵 下什麼毒 放心吧 他只是中了迷藥而已 是一個林朵朵 不簡單的 哎呦 老婆你沒事吧老婆 哎我一半一半 都懂了 都懂了 你沒事吧 來源 有我 這可就是 我老婆也說了 他們是共同學者 況且我們家朵朵 才受了你 你搞清楚 和你聯絡的是我的女兒 你現在要保她 聽得好 我剛剛說了 不管我群人 天色和林氏連上 可這算說的 你可不錯 謝謝你啊 硬肩兩針看似愚蠢 但實則 讓人放下戒備 拋出毒窗 與其心驚實下 來不及防備 心入迷魂 撤 耶 這都能看出來 你的醫術 手段和聰慧 那點不屬於林多多啊 行了 你到底想說什麼呀 但是你要騙我 可沒那麼容易 我騙你什麼了 我什麼都沒有做錯 這是天意 我不管 騙了我就要付出代價了 等一下 你病 你才有病 你真的有病 你再說一遍 我會立馬讓你 你是不是晚上三點到五點失眠 早上九點到十點疲憊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我說了 你有病 那也別忘記我放了你 哎呀 你要是再對我不客氣 你的病就沒有人治了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上 除了我 沒有人可以救你 別以為我不會信你的鼓勵 我不信試試 鬼話靈品 行不行 試了才知道 等一下 雖然我們結婚 這都是假的 你要是再欺負我 我就把你的不行冰身永遠不行 你逃不掉了 我的桃花小姐 好 別亂動 刀子可不整 哎大哥 你這是要劫財還是劫色 還別說 老公說的真沒錯 他真的漂亮 你敢說什麼 你老爹欠下賭債 大哥挂了 你老爹 今天再上五十萬 五十萬 我上哪給你搞五十萬 沒有的話 有你來換也行嗎 我十萬就五十萬 我荒山劍 你可別知道 果不其然 林家答應了林茵的要求 他為了要我天聖的指標配方 這個機會 他怎會錯過 可他不知道的是 林茵是假 揪出天聖集團吃裡爬外的內 聽說 那個林大小姐一直在國外 未必聽話呀 他已經被林川海叫過來了 你跟他說 明天深的 不住 不住 結就結 我們一家 還看了他們天聖不成 朱朱 只要你不願意 爸 你放心 為了我們臨時 我願意 怎樣能拿到天聖的 制藥秘房 撞到我們臨時 我付出再多也吃 我還以為 母兒醫師啊 你逃不掉了 我的桃花小姐 你呀碰到本小姐 也不知道需要多少福分 祖墳都冒青煙了吧 不然早就被惡羊叼走了 這份也太好了吧 換你臨下傷口吧 既然我救了你 就讓我看看你長得帥不帥了 爺爺 你知不知道人嚇人 是會嚇死人的 這個人是誰 他會在這裡 他呀 他是我在樹林裡解白的 我看他受傷了 我就給他包扎一下 怎麼樣 專業吧 我們也是在庇護 人心複雜 只怕這個人會給我奶奶散過 爺爺 他醒了 哎 爺爺 爺爺 沒想到現在的地皮都這麼有格調 你就是林多多啊 對啊 竟然來了 先合約吧 合約 現在熟個人也要走流程 沒想到像你們這種人 真會不會講 那是自然 到哪裡都要講規矩 結婚合約 這 放心吧 假的 我不會碰你 我各取所需 那什麼時候放人 搬了手續 你的人 我自然會放 我 自以為是 過不了多久 就給乖乖拿著配方來找 林多多 你終於來了 本小姐到了 說吧 想怎樣 你爹說的沒錯 你啊 還真是個美人 嘴巴放乾淨點 林多多 你是不是分不清楚 現在是什麼情況 別廢話 我立馬去領鎮 然後把人給放了 不知道 有什麼事啊 哥 你你怎麼 誰能想 我出去要個債 還要個老婆鬼啊 可他逼大哥 還就大哥耳朵 這能忍嗎 不敢聽點我 啊 這點兒吧 夠緊 老子喜歡 那什麼 以後這林多多 就是你們大嫂 進去吧 啊 記住了記住了 哎呦喂 快那什麼 老爺放放放開 走走走走走 回來了 嚇死爺爺了 這哪來的錢啊 你別管哪來的 下屁的房租 吐了 你這趕快回來又出去賭 爺爺說話算數啊 這對我的人都不了 這是 哪姐的結婚證啊 我的 這下好了吧 你不是叫林多多嗎 怎麼叫林多多呢 你這是哪的口音啊 本小姐叫林多多 好 林多多 從現在開始 對店生效 一會兒把你的人報了 以後你能配合我 配合你什麼呀 當然是那件事 哪件事啊 你先回去準備一下吧 明天海邊酒店見 準備什麼呀 怎麼還在酒店見 你不是說對那種事 不感興趣嗎 哎 不夠啊 沒花錢就能把老爹說回來 至於其他的呢 明天見就明天見 有什麼了不起 哎 臭羊子 放開我 咱們倆可有約在先啊 你不照做 休怪我翻臉 這叫什麼事啊 從我這熟人還要逼我結婚 這不情願的樣子 你不怕了吧 我怕了 老子會怕你 林多多 你的娘子別後悔 我被抓啊 你去 要不是我以身相訊 您覺得你才能按照的罪著嗎 嗯 你是說毒蛇 嗯 爺爺 爺爺你沒事吧 阿虹 人放回來了嗎 還沒有小姐 這個王大少爺 到底在搞什麼 小姐 你犧牲這麼大 恐怕不值啊 不妨 關鍵是能拿到父親 想要的製藥配方 假結婚而已 他不能把我怎樣 不過 敢千方百計的算起來 我總有一天會讓我們林氏 吃掉甜食 將那個 林氏集團那兩個物品放了吧 放了 可是他們竊取我們公司機密啊 並不是核心的 況且我和林多多已經搭上了合作 不錯 不是假的嗎 真明證了 不真 如何行 你快行行吧 行行 爺爺 快點 你個臭丫子 簡直氣死我了 你怎麼能隨便跟人領贈 我要是不隨便 他們能把你給放了 還給你兩萬塊 你就說 再賣孫女的錢 他銷一下 行 我得回去找他們去 叫什麼 你那幾條老命 不能把你往火坑裡推 哎呀爺爺 坐坐坐 坐坐 有話好不說 爺爺 這個月曾經就覺得好嗎 嗯 我跟你說啊 這個火可猛了 用的時候可要小心 哎哎哎 你敢賣毒 爺爺 不是 哎你聽我說嗎 說什麼說 賺錢要有底線 神醫們的屬訓 我背一百遍 那賺的還比你 賺 今天的月約我 屬訓我改變再背 拜拜 哥 哥 這娘們真去酒店開房啊 真真的 和誰啊 就他自己 誰誰誰誰誰誰 這說話大聲 這我問你看著啥呢 萬一他是在你肩膚呢 有胖子 這臭娘們了 剛跟我領完這兒 現在就去酒店開房會肩膚 你看我怎麼收拾他 他長的也挺帥的 身材 也挺不錯的 不要 林多多 可不能飯花吃啊 和他結婚只是為了舅姐爺 只是為了舅爺爺 誰呀 林多多 林多多 什麼口音 不是我說林多多 咱們倆剛登完記領證 你就 你誰呀 你怎麼知道我名字的 你你是 林多多 林多多對不起 錯了錯了 出去 我找我老婆林多多 打擾了打擾了 哎 林多多 林多多 真是閒了門啊 這個林多多並不是林氏集團千金林多多 他在公司旗下的醫院上班 父母雙亡 爺爺叫林少全 外號老爹 是個賭鬼 我倒是想要看了 你到底要幹什麼 誰啊 我 你老公 說吧 找我什麼事 你我姑難把你告訴我 那有什麼事 你快說啊 不說我走了 你在我們天神集團安排的落體人物 已經被你報了 按照約定 你們林氏集團 應該告訴我養人蛋的備方吧 林氏集團 養人蛋的備方 什麼亂七八糟的 怎麼 人我放了 你就不說了 你剛才回來應該累了吧 我先給你按 這養神丹的秘方啊 可是無價值吧 怎麼能隨隨便便告訴別人 他竟然知道養神丹 不是用啊 想回院 那你可能知道好不好 這是個什麼情況 哎呀不管了 哦 我想起來了 那個穿馬 枸杞 人生 還有雪蓮 呃 還有 怎麼了 我哪說不對 哎 怎麼還有一個人呢 你殺人了 你 挺厉害的 你也挺厉害的 我終於找到你了 紅色啊 我以為你受傷了 這個就是胎肌而已 該不會想殺我滅口吧 法治社會 不留情什麼大能殺殺的 好吧 我們就按約定來 不就是配方嗎 我寫的你就是 看你就欺負他一出來 大哥 我發誓 我看到的絕對是大嫂 你放屁 要不是因為你 我能丟那麼大人嗎 啊 你還在這叫我 我真沒騙你 就是大嫂 那次上門威脅他我也在 來 他絕對來 哥 我發誓 這個絕不是大嫂的 駱駱駱 我結束婚了 馬上去給我查 我到底跟誰結了婚 大少爺 結果出來了 和配方完全正確 他 怎麼會知道 神一門那麼要配方 不可能 神一門已經覆滅了 大少爺 您穿海最近放出話來說 要舉辦一場盛大的林營宴 到時候會宣布 天聖集團和林氏集團聯手 故創輝煌 知道了 林多多 林多多 角色就行 大小姐 當時時間緊急 只能把硬盤偷出來了 一群自作聰明的廢物 算了 我會安排你們出境 下去 爸 為什麼殺人 哥哥 你涉事尚情 這世道人心險惡 只有死人才不會說話 行了 這事你就別管了 資料不是已經拿到了嗎 這需要王大少爺的指望 才能解開 這個小兔子 居然白了我還不到 爸 你放心 我一定會把指紋拿來的 哦 有你在 爸就放心 對了 我準備邀請海天聖的名流 告訴他們 我們與天聖集團強強聯合的事 爸 我們和天聖 本來就是假聯姻 你這樣弄得人盡皆知道嗎 不不 和天聖聯姻不是壞事 只要你能夠拿捏住那個小子 天聖集團早晚是我們的 那什麼呀 查查了嗎 大哥 紀平一個名字根本查不到 您再想想還有沒有其他重要信息 其他的問題 哦對了 他說他是 林氏集團的 林氏集團 海天聖是手拳一指的大開罰 怎麼可能的大哥 還是別廢話你趕緊查 大哥 他是林氏集團 啊 林氏集團 千金大小姐 真的假的 這個大哥 大哥 你敢救他 林氏集團 千金大小姐啊 啊 你真的假的 你真的假的 真沒想的 真沒想的 居然是林氏集團千金 大哥 您這下可有福了 有了林家的庇護 我咱們肯就發達了 怪不得這娘們平時囂張跋扈的 原來是林家大小姐啊 咱們要不要先慶祝一番 慶祝個屁啊 這娘們管我要什麼指紋的 我去哪兒能弄這東西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跟林朵朵 好多不了關係 走 咱倆去找林朵朵去 走 那你誰啊 一個小弟也敢這麼想 老帕 你怎麼來了 不許喊我老 明天我們林氏集團要舉辦晚宴 你必須去 林氏晚宴 我也要選 到時候我會把我們兩家合作的消息 是 怎麼 不願意啊 說不過 我吧 只是覺得時機還不太想說 荒唐天聖集團的總裁還想時機 哇 你還真是讓我有點失望 不知道老爸為什麼說他是這個 你不過於期 林氏宴會 是啊 你臨時宴會 你不出現嗎 那當然要出現 我們家的宴會肯定要出現的 對吧 太燙了 我看你這個小騙子 能演到什麼時候 哇 這有錢人就是奢侈啊 不管了 隨機應變吧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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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朵朵啊 你們家那老東西沒來啊 咱們還有賬你送完呢 你是誰啊 老子就是毒蛇 你就是毒蛇 那我 那我奧天 這怎麼回事啊 呃 歡迎各位來到林氏晚宴 接下來 我給各位介紹一下 我剛從國外回來的女兒 林朵朵 林朵朵 你輕輕的想起 各位 我聽你家 先 哦丫頭 你又到哪兒野去了啊 快把爺爺餓死了 我能去哪兒呀 我這上班去了 不對 你好運中毒了 怎麼會呀 你怎麼根本中毒啊 張嘴 哎呀 爺爺 我去參加林氏集團的宴會去了 跟林家大小姐 林朵朵對打了一把 剩了她一點毒粉 不過我已經吃過解藥了 林氏集團 哦 對了爺爺 那個林朵朵用的真大 跟我們神一門的手法很像 不是你偷偷教他賺點學費吧 不會 哎算了算了 說他一晚上累死我了 啊 爺爺我好困 我睡覺去了 老爸你沒事了 對不起 林小姐 是 我本小姐 不是配 不是 小姐 是你逼著我跟你結婚領正好嗎 我給你 別逼我起了殺心 嘿 你就是起了殺心 那也是你逼著我跟你結婚領的事 這是實 周氏民 和小姐會的清白 讓我成了整個海見市的笑話 別別 這可是法治社會啊 而且 我來參加你們宴會之前 我的小弟全看見了 這要是我回不去 他們肯定會報警 這要是報老警 跟你們林家吐著關係 林小姐 我雖然是個混混 但是在這海天是 那也是有用處的 你一個feel 能有什麼用 這在海天 總有一些見不到人的事 需要人去做 你想啊 你們林家是醫藥事家 而且 我是天津大小姐 只有我 我必定 對吧 對吧 明天我們去趟民政局 把婚禮了 有什麼事我會找你 老爸 還不快滾 你南部城還想讓我送你去 別生氣 小姐 要不要我把他多多處理 他這種人留著 我還有用 是 還有 今天晚上有人潛入過公司 查到是誰了嗎 監控只是拍到了一閃而是的人影 我會繼續追踩下去 怎麼樣 我們倆 平分海天市市場的計劃 你看如何 我希望你可以 說話算話 拉明天 你想去對我鬥 很熱 好 不行啊多多 傻了一個高富帥啊 別提了 怎麼了 這一切都是假的 從一開始啊 他就是假的 什麼是假的 你們不是都已經領了證了嗎 雖然是領了證 但是還沒有開始啊 就結束了 結束了 本想著跟著你吹槍喝辣呢 那一位 還好有你在 什麼狗屁男人 他們愛情 都是俗語 多多 你怎麼在這 王傲天 你怎麼來了 我路過的時候看到你了 你找我什麼事 你是我老婆 我看看你沒錯吧 那你可要看清楚了 我可不是林家大千金小姐 林多多 我是林多多 對 我找的就是你 在事情沒有搞清楚之前 我們最好保持點距離 你走 當我查清楚之後 我看你往哪兒跑 怎麼突然跑我這兒來了 咱們說好的 我廢掉王傲天 你拿走你想要的工作 天聖集團就是我 你為什麼還要安排林多多 跟王傲天 林多多他的選擇 也確實也不好看睡 你是不是不想 靜雅 王就不了 天聖本來就是我 王傲天為什麼不死在戰場上 他就應該死在戰場上 我每天都給他嚇的 嚇的還是慢性 我就是要看 一點點慢死的 天聖 還有王家的一切都是 你安排林多多跟王傲天結婚 不就是想要我們王家的產業 林川海 你信不信咱們與死亡過 發洩完了嗎 發洩完了就坐下來了 聽我說兩句 這天為人怨 雖然是連嬰 那誰知道陰差陽錯 多多跟那個小混混 領了結婚證 我只想拿回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天聖還是你的 你這就對了嗎 你這就對了嗎 年輕人 少發火 沒事坐下來喝喝咖啡 別廢話 我出了你計畫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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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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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風雪挺好的 就埋在這吧 是他先進去 天啊天啊等等 林多多你敢殺我 現在是法治社會 你殺人是犯法的 尤其是謀殺欺負 今天為什麼沒去民進去 我去了 我去諮詢過了 人家說只有一個月 你一定要 你當我是三歲小孩呢 大姐姐確實是這樣 混蛋都是因為你這個混蛋 毀了被小姐的生育 李小姐 我王老天說話說話 一個月之內 我知道 一個月之後 我通通快快跟你去婚禮 你覺得怎麼了 就憑我王老天在海天市的影響力 你留著我也是有用處的呀 廢話真多 我答應不殺你 但是你別忘記你說的話 阿虹我們走 叫什麼不好 誰讓你叫王老天的 怎麼樣 有什麼消息嗎 大少爺 我查到了 他在十幾年前就被突然覆滅 目前很少有人知道 沒有絲毫線索 繼續調查 一定要查出來當年有沒有發生過什麼 神醫門裡 到底還有沒有人活在這個世上 說 媽給你熬的滋舞湯 我給你送過來 二少爺來了 大少爺我去忙了 叫下人送來就行了 你來幹嘛 什麼叫我來幹嘛 王老天 天壯基酸不是你一個人 咱爸當年可說過 你不要理替咱爸 當年又不是 讓他會去 王老天 你別躲躲躺 當年父親的死 不願意 當年如果不是你氣的 他也不會死 混 你就不該回來 你就應付去把你分手上 給我滾 你也有痛處 王老天 我告訴你 親生 也有我 大哥 你沒事吧 滾 近你真 還活埋過 這隻老的雞靈 把小面給爆了 還是它的硬病 我一定一個月以後 你就一年以後我也本沒跟他離 你這好不容易逮得個美人也是吧 不 我得想辦法來給你男人 忍不住 那你誰呀 哎 這你少注意 我不是答應你一個月以後 大小姐找你跟我走 你們以後說話注意點 小心小運動 這就是我和王傲天閃婚的條件 既然已經閃錯婚了 我也沒必要找他了 你拿著這個去跟他換折 願意為老婆 願意為林小姐孝老 可是我也見不著王傲天 不是還有一個林朵 哎呀 林朵朵你要幹什麼呀 林朵朵 這老東西欠我五十萬還沒換 你說我要幹什麼呀 哎孫女士 你還這樣行不行 誰是你孫女士 少跟我套進化 欠債還錢天經第一 跟我沒關係 你欠了你自己 我那個孫女士王傲天 不是孫女士嗎 嗯 你剛才要點 他五十萬 用我 用你 他想什麼呢 我跟王傲天那是 用錯我用錯 他要去的 是龍師大小姐林朵朵 哎 說什麼呢 林朵朵可是我老 跟王傲天什麼關係 你們少在這廢話 趕緊還錢 要不還錢 別怪我們不客氣 我沒錢 沒錢那就好辦了呀 沒錢 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 上 謝謝 謝謝 胡說 你可是知道我爹黑道 這錢呢我們不還上 但是你要用來 別怪我不客氣 哎呀 行 行 這樣嗎林朵朵 你跟我啊 做一筆交易 這老東西限的錢啊 就一筆都相比 你覺得怎麼樣 什麼交易啊 當然是跟 王傲天 王傲天 他怎麼了 想必你也已經知道了 我們陰差陽錯 善錯了婚禁 你們家的王傲天 和我家的林朵朵 這都什麼善差 只有你跟我做交流 咱俩才能互 本姑娘为什么要跟你做交流 这恐怕你就不知道了 你们家那王傲天 他不仅是天圣集团的总裁 而且他还是海淀式的五星上将 你要是得罪了王傲天 他不把你先奸后杀 我奥天才跟你不算 还是算了吧 你们啊赶紧回去 呃 其实多多 我去哪 哎你个老东西你当然有什么用啊 三天我就给你三天 这三天之内你们要是还不上钱 那你们就等着晚上睡着睡着觉 这屋里就着火了 那你们就等着晚上睡着睡着觉 这屋里就着火了 好好好 我答应了 这就对了嘛 你跟我合作呀少不了你了 我才这样子 以后啊就不要嫂子我和老天就行 那当然咱们呐本身就黑下人 这样为表诚意 我呀只有一副养生丹的配方 谁一闻的养生丹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当然是我老婆林多多给的呀 林氏 这东西啊可以给你 但是拿到王傲天的指纹 你要王傲天的指纹做什么 这你就甭打听了 这是你和我这种小人物 应该知道的事吗 行 但是老爹欠的赌债 一笔够小 所有赌债 文件我已经签过字了 拿走吧 老婆贴 老婆 哎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找到公司来了 你是大明廷那个天圣集团掌门人 那三岁小孩都知道 我当然找到 说吧 什么事 是不是写不通了 跟我回去见调教掌 哎 本小姐可是有原则的人 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啊 是 我是随便的人 其实我想要你的手指纹 我的指纹 你要我的指纹做什么 我给拉的 哎 给我给 哇 看在外面说的真是一样 这里就是我的指纹 谢谢王总 老婆 来一下 来 可以 事情有些变了 刚刚林多多拿走了我的指纹 肯定是多多指使的 要我的指纹 就是为了大开养动物体的硬盘 您的意思是 盯着林多多 您的意思是 我一手不忍 我是不想让他卷入这个商战的漩涡 我让他受到伤害 在身份还没确认 您这么做是不是 你再怀疑我去 我看 去吧 林川海 你最好离他远点 否则 林氏集团 无名 王傲天 你竟然敢耍我 我八蛋 看来这个王傲天 对咱们还是有所防备啊 这个混蛋 幸亏本小姐没有跟他闪话 王傲天真是个小事 多多 我来说去啊 咱们还是有办法的 爸 咱们直接联合东方集团 把天盛搞垮完事了 干嘛 又是联姻又是联手的 哦 多多 这个天盛集团啊 手里绝对有神明秘方的下半个 只要把这个秘方搞垮 搞垮天盛 我们三分钟的事了 爸 那破秘方有那么重要吗 这个秘方很重要 我再这么说一点 只要把这个秘方搞到手 就是天盛集团 还是狗居的东方集团 和海天盛都是咱们的掌控之中的 多多啊 林多多 给的那个养生丹的配方是对的 老爹 不是说养生丹的配方只有我没有 什么也 我也奇怪了 看来这个林家 也好 了解了解了解了 这王傲天和林多多闪风 不是为了养生丹的配方 你说 王姐林建 都是医药界的大企业 莫非是 海天三大医药巨统 还有东方集团 现在关键 是林建的配方 是从哪里来的 爷爷 你是不是还是忘不掉当年的事情 不说了不说了 只要你好好的就行了啊 来吃饭吧 哎多吃点啊 哎呀 肉让我怎么吃啊 我一个月就这么点钱 能吃到这个就不错了 爷爷 可别乱想 我是不会向王傲天要钱的 我干不出这个事 给你卖毒药算了钱呢 爷爷 你是不知道你欠多少就欠了 啊 就当我没说 来来来 吃吧 吃吧啊 哈哈哈哈 妈皮似的 哈哈哈哈 妈 你呀 就好好休息休息吧 妈可就陪你演这一次戏 成与不成 我可不管了 行吧妈 大哥看见你这个样 只要你一句话 他还不得让我乖乖进公司 嗯 妈 哎 你没事吧 妈没事 这临天陪着陪着我 来吃瓶工 啊 啊 你吃吧 哎 啊 都给儿子 没那时间好好照顾 我知道你忙 这公司一大摊子事都是你一个人的 你也要注意身体啊 没事 谁让你啊 见你刚刚的 就关心了 你看 这 林天都毕业好几年了 这公司里面一个人 那么重的担子 要不要你弟弟又给你帮帮你 毕竟都是自己人 好 哎 好好好 你这 你怎么做 为了进公司咱妈拼你些 放屁 王傲天 别觉得你自己 要不咱妈怕累患以后求着我帮你 啊 明天来公司报到 林多多 这个月矿工又迟到还想不想干 干这三个人的活 赢着一个人的工资 啊你早就不想干 哎呀 林多多 掌能耐了是吧 想跟我叫板呢啊 好了 别烦了 你不就看我好欺负 所以他舍不得把我辞退吗 罢了 罢了 行啦 成人 你该干嘛去干嘛去吧 林多多 从今天开始 你被辞退了 是你要辞退的 王总你怎么来了 我说 是你要辞退的 啊没错 王总 你是不知道吧 这个林多多平时工作难散 无路旷工 这还屡教不改呀 你说这种人放在我们这儿 这不开除你之马吗 你必须要辞退 你被开除了 看见没有 你不当我要开除你 真的他都要开除你 我说 是你被开除了啊 什么 连我那女儿都敢习惯 我看也忽腻了 你现在怎能出现在我们医院了 你们医院本身就是我集团的分国寺 哦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 可以尽早告诉我 没关系 反正我也打算不干了 不干了 为什么 带着不舒服呗 我准备再找一份 也好 需要帮助 随时可以找我 你把你手给我吧 还记得上次我说你有病吗 你才有病 别闹 为了答谢你这次帮我 我帮你开招 奇怪了 你这是中毒了 中毒 怎么狠我卖给黑衣人的毒 这么小 中的什么毒 黑芝麻 当然可以 有我在也不会有事的 奇怪了 莫非我之前卖的毒 全都要在他身上了 果然 果然什么 果然 你有病 我为什么感觉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像在骂我 林诺读 你信不信现在我就说是你 你信不信现在我就让你毒发胜亡 怎么 你还想谋杀亲夫啊 闭嘴 好 那你告诉我 现在我的病情怎么样 没什么大病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罗少爷 你别听少奋 胡说八道 他一个黄毛丫头能知道什么呀 没什么问题啊 难道这个林读者是在骗我吗 我请请老中医看看 好 我请几个 等一下 光灵天来了吗 二少爷他有时候来逛一圈就走 有时候一天也看不见他 定紧了 好 嗯 多多回来了 见见 这位就是东方集团的董事长 林小姐你好 我叫东方旭 你是东方集团董事长 你来这里做什么 林小姐 在林家宴会 我可是见识到了你的厉害啊 要讲了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邀请你来我东方集团人 那你指 对啊 我东方集团也是做医药的 在宴会上 我建议用了一手精妙的 严谨和药本术 所以啊 决定你来我公司任职啊 我不敢信 年薪百万 还不算讲运 可以可以 东方伦 我这个孙女 她最喜欢医药 合约了 答应了 好 哈哈 哈哈哈 就你这履历 也可以来我们东方子团工作 我这履历怎么了 要履历有履历 要项目有项目 就比这个文品还能制出养生单 养生单很难吗 小姑娘 别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 就能混进我和公司 就错你说长得漂亮 我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我们公司呢 需要的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 而不是发品 好吧 哎那我走 啊 谢了 你们这东方集团的庙太大了 我呀 不配 他们敢不要你 徐总 不是我说 你们这东方集团的人 品货也太差 你们在干什么 不知道林多多是我专门请过来的人吗 知道 林多多是我专门请过来的药物分析师 知道了吗 哎 知道徐总 我马上 就为林多多女士安排入职 刚刚还说我是个花瓶呢 现在变点变得可真快 你以后就坐这吧 又 这个月又来一个 你看韩玲的脸 臭成什么样的 谁让咱们徐总到处留情 见一个爱一个 唯独不爱的韩玲玲 韩玲玲有个烧到镜子 就凭她 还想勾引徐总 是 可是眼前这个怎么办 简单 像前写的一样 你小心一点 让人他把徐总照顾 就凭她 连韩玲玲都不是老娘的对手 她是个小小的骗子 还能知道我多少了 新来的 去给我买杯咖啡 不好意思啊 徐总让我来 是做药物分析的 不是要买咖啡的 你一个小丫头骗子 敢拿徐总来压我 那你想怎么样啊 像你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 就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你这张人 你这张人哪 我也见多了 这张人自己在公司带的酒 以老卖老 就知道欺负新人 你敢这样对我说话 好乱胆子 怎么 你还想教训我啊 对 我今天就替徐总好好教训你一下 你这么一说 好像跟徐总有一腿似了 哦 我知道了 我看你这个单相思 徐总啊 真不喜欢你 打我了 你还敢打我呀 打你又这么呀 我就不信徐总为了你 还能把我给开了 像你这种女人啊 我该追不到男人 你说什么 我说啊 一遇到问题就知道提男人 这样的女人这么有魅力了 你再说一遍 达达给你废口舌了 我还行教教你 怎么对付无赖呢 我警告你啊 这是在公司 你要干什么 在公司又怎么样 我就是要在公司 教训你这个霸道的臭女人 你对我做什么 放心吧 这是让你想睡一块 冰冻冻 你做了什么 我要去告诉徐总 让我辞退你 怎么 你也敢跟随我 你 你一个新人 怎么这么不懂人情事故 真可笑 本小姐的人情事故 是想给懂人情事故人体 很明显 你们俩根本就不懂 林朵朵 你别以为你是徐总介绍来的 就没有人能收拾得了你 你想怎么收拾我呀 你们在干什么 韩总 这个林朵朵 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她把利益迷晕了 这是你干的 没错 就是本小姐干的 我不是警告过你吗 要你小心点 什么 你也想对我动手 我可没像他那么傻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老许圈 怎么样 没有发现异言 可是有人说 我在这里中了毒 老许有能力有限 实在查不出先生异言 辛苦到先生了 车子在外面 筹线也在外面 这是第几个 第十个了 我在里找几个 实在不行 我去别的城市看看 是 全国最顶尖的老医生 全在海田市 别的地方也没用 可是少爷 你的身体 林朵朵说了 就算我动作了 他也不是看我私标的 你先回忆休息吧 记住 这些事情一定要够 是 少爷 王林天哪 你也是个狠人啊 为了敬天圣 居然利用你自己的亲手母亲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不是四孤以来的横领 从今天开始 我要从内里 王智王天 好 不过 你给那王老天 吓得是什么毒啊 他到现在一点反应了吗 我为了防止他发现 给他盯制了一款特别的毒 我本来以为秘方已经失传了 没想到 在集团旗下的一个小医院 找到了一个药品分析师 他竟然会做 要不了半个月呀 王天会死俏俏 叫什么 炎王三更 你可真傻呀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可真傻 看来我昨天教训你还不够 你现在这样的男人 还是为所欲为啊 想要靠男人 那也得有资本 我看你是根本没有资本 你在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在公司 今天天鹅可在这里 告诉你 姐自己就是个资本 林朵朵你敢逃我的女人 老头上 那里是方公司 我说什么呢 蒋总 是他们先找我查的 嗯 呦原来是黄总啊 哎呀黄总 您说您来了 谁也没提前通知医生啊 我今天来呢 也没别的事 是来给我宝贝撑腰的 你们公司的林朵朵 当众羞辱 你说今天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说话 嗯 怎么回事 原来这就是你韩林林的诡计啊 想借刀杀人 没门 没错 就是本姑娘欺负她了 谁让她惹着我了 不会吧 这么厉害吗 她能猜的是我 你可别瞎说啊 我跟这件事情可是没有关系的 我还指望你救我 我哪敢呢 放心吧 我会给你弄解药的 你死不了的 你去上班了 嗯 天鹤 就是他打了我 就是你欺负我家宝贝啊 黄天 我当是谁呢 这不林多多吗 怎么 你也混到东方集团来了 该不会是通过什么不正当的手探权 了吗 黄天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一副狗给不到吃屎的样子 真让人散 林多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说啊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真让人恶心啊 这么多年不见你长本事了 先一直都很有本事 只是不愿意和你这种人为伍罢了 林多多你装什么装 我告诉你 徐总这周出差 可没人替你撑腰 你怎么来了 想起来 别看看你不行吗 我 我 怎么了 见到我连话都不会说的 你是谁 我没欺负我老婆 还问我是谁 啊 不是不是 假的假的假的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 东方族 东方族 你好带的胆子 是我的 除了我老婆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走 我手上 好了 我走了 对不起 这么多的机会 不可看不下去 必须得当心 杜水里你别嚣张 我男朋友可是天上集团的总监 你 解惑解惑说什么呀 我我我错我错 怎么 你还知道错 我不管你是谁 怎么去 这 是我们天上集团的总盖 什么 王总 山都不做王总 我黄奸 有眼无处 是他 这林小姐是您的夫人 那还不坏话 王总 多多现在给我道歉 你要想要我道歉 把你总才喊过来 你好大的男子 你知不知道吴总才是谁 你就是王 天了 把他看过来 让他评论你 林多多 你有点过分了啊 林多多 虽然你是续总接上过来的 你们既然知道我是续总喊过来的 你们不违顾我的 还像个万人啊 林多多 我只知道你现在立刻跟朱小姐和王总监道歉 我要是不呢 江总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有必要辞退林多多 这 韩莉莉 你敢辞退我 你难道不知道 我是续总专门请过来的吗 就算你是续总请过来的 我们也要辞退你 好 你别后悔 我走了 等一下 林多多 你以为你今天不跟我道歉 出得了这个门吗 怎么 你还想拦着我 谁有 想你这么今天又没人跟你重央 谁说没人 被我家走的重央 叫什么 阎王三更 好笑是将军 神医我的境 你有配方吗 配方我记不住了 赶紧给你拿过 好 我说这个事了 我们 继续谈一下这个计划该重要 天生下个既族的定价 你也看到了 接下来 就看你了 狗狠 来了 听说你去东方集团上班了 你消息这么灵通啊 那是大人 整个海天市 对还没有人能瞒得住我的消息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真中毒 嗯 你是中毒了 但是很难被看透 我请了海天市所有的老中医 都没有查出来 因为这是一个 慢性的积累性的病毒 所以也准备不出来 一般人也看不出来 所以说 我中的毒 是一般人能做的 或者说 你不是一般人呢 谢皇总谢皇总 这就快 王总 您大驾光临我东方集团 那可是我东方集团的荣幸 行了 少别了 东方训总 我马上给徐总打电话 怎么了 老田 来了 怎么不去我办公室啊 跑到这分析部来了 幸亏我来 否则我还真不知道 你们东方集团还有老员工 欺负新员工这样的 混话 谁啊 哪个不长眼的 敢得罪林太太 徐总 是 我跟韩总监不是故意的 怎么又是你们俩 你俩难道忘了 前几天我才说过 林多多是我专门请过来的人 我以为 韩总监 你还以为我是徐总包养的小秘密 你们俩 还不快给总做到线 徐总 没必要了 你说什么 韩总监 你之前不是说有很多方法要折磨吗 现在在差距面前 你的那些方法很有用 你 对不起 多多 是我错了 我不该惹你的 这女人啊就要靠自己 自己才是自己的资本 谢谢多多姐 你看啊 你像黄天那个渣男 小人得志的样子 你下次找男人 可要擦擦眼睛 听到没有 好了 不哭了 过去了 这个林多多 手段够高免 是你想要的东西吗 嗯 只不过换了几种药物 我的毒性都差不多 嗯 这人是个人 能毒死王欧天吗 毒死是没问题 但是 原本配方配出来的药物 是没有解药的 这个配方 让人不解药 只要能毒死王欧天 管他提不提话 你能不能 带我去见见这个人 你别多心 我是想 他是不是人才 什么都是自己的药物 可以把这个人带回来利用起来 严重啊 你可别整什么花招啊 我哪能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啊 我跟你说 只要你把我想要的东西搞到手 这一切都好说 混蛋 大少爷 您消消气 您让我怎么消气 我们公司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我说巨资研发的药品 还没有发布 林氏却早于我们上市 大少爷 您发现了没有 这次林氏 就是针对我们做的市场 还有定价 您看 很有针对性 只说公司的机密被泄露 没有可能 能知道新品定价 以及针对那个区域 优先上市这种机密 整个公司的部门 也就那么几个部门知道 丰丰 先不要生的 秘密调生 老爷 请他进来 王先生 我们见过 林老爷 幸亏幸亏 客气客气 坐 好 尝尝我这顶级的蓝山咖啡 有 一般地方可买不到 怎么样 真不错 对了 林老爷 您这次把我叫过来 有何贵缘呢 虽然只和王奥天 差了一个字 但也是 预表人才 可是 咱林小姐 就看不上我 多多只孩子 从小母亲就去世 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 她的性格 我最清楚 罗空 我会怠惰怠惰 多感谢 那就多谢林老爷 这个多多呀 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你也看到了 林家这么一大摊的事 我忙不过来 都保证了 这大摊事 在下一步中此 好 我就喜欢年轻人坦白 痛快 喝咖啡 我多问一句 那个林多多你认识吧 是 爸 多多来进来进来进来 我一猜就知道你在书房 嗯 嗯 手艺不错哦 爸 我们新品怎么上升的这么快 多多啊 有些事就要出奇不异 当别人明白过来的时候 咱们已经成功了 可是 我们这么做 是不是对天神集团不好 我怎么遭你 情不利势 死不长兵 汪了 我记着呢 我听下人说 你今天把那个地痞 废物利用啊 他就是一个地痞流氓 有什么好利用 嗯 你可不要小瞧了他 嗯 有的时候 还真需要这个 那种人 你就不怕他出卖我们 我给他下了鼓 只要他乖乖听话 保他安全没事 爸 你干嘛要这么对他 不就是闪错了婚吗 这是女儿的疏忽 我只是想让他给你打个赖围 而且你别忘了 上次的事情处理的可不是很好 好吧 知道了 来人 老爷 去 把那个痘罪的下人给我处理掉 是 是 你不用多些 我是想替我那个宝贝女儿给他道个歉 你想上门拜访一下他 你看 没问题呀 我带您过去 不用不用 我小了一下 你把他的地址给我 我自己过去比较好 好好好 啊 对了 老爷 您有什么事啊 尽管吩咐 别跟我客气 我呀 亦不容辞 就是不容辞 让我一下 臭痒 我爸也说因为得罪人了 爷爷 我哪有得罪人啊 一般不都是你得罪人 我自从事 林氏集团的人 有见 林多多 林川海 林多多他爹 他找我干嘛 什么也没说 让我他不造势 太棒了爷爷 你早饭去 饿死爷爷了 好嘞 你请你三心上人 往往天太过分了 我们都等了两个多小时 他人也不来 过分 好歹我们也是天上集团元老 就这么对待我 好歹跟我们同意警察局吗 但我跟视频等 各位老总 少人无上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当是谁呢 王傲天 王傲天 今天是我以王傲天的名义起了大家 王傲天他不知道 不玩了 我还是回去睡觉吧 大家不要着急 我把话说完 马上就行 你三个什么东西 我刚进天盛的时候 你还在肚子里 前年 你为了送你的孩子出国 联合东方集团 透露天盛集团的新品配方 你为了给你包养的小三整容 秘密像林氏集团 透露天盛集团的用品 还有今年 你为了让你小舅子的原材料 可以顺利进入集团 你联合新月公司 制造什么 你放屁 你胡说八道 自己看看 有图 有东西 大家都看看 是不是自己看的 天盛集团也有我的一份 不是王傲天他一个人 现在 王傲天把集团搞得乌烟账 我王傲天于心不忍 如果大家愿意配合我 我可以替大家保守 如果大家不配合 也可以 我就把这些资料 亲手送到王傲天的办法 王傲天的作风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华达 你想让我还等配合 撞了人就走 也不知道说个对不起 真理所 这不论多的小姐 什么能耐气 就刚刚在走廊 被人撞了一下 连个道歉都没有就跑 谁 这么没规矩 就从你房间出去的 好 你说是那个 我的一个采购商 到时候我见了他 我说他 啊 数据分析报告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果然没看错你啊 好了 那我走了 嗯 刚才那个人怎么那么想买我毒药的人 这东方王傲天肯定有鬼 嗯 不好了 大胜票 不好了 黄沈了 二少女在会议室和集团的一众老总开股东大会 等不及了吗 一点啊 这就是你进入进场的目的啊 各位老总 金川义 董事会决定 王林天先为天圣集团总裁 王傲天罢免 你就那么等不及了吗 别废话了 今天中午十二点之前 滚书 弟弟啊 我一直不让你进公司 就是为了不想让你看到今天的局面 你却不信 秘密监控已经拍到他了 什么时候拍到的 就在昨晚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 这个人还挺能忍的 是啊 若不是我们在仓库旁边撒了荧光粉 到现在我们依然发现不了他的踪迹 既然出现了 就不要再跑了 不是 我们搜集了一些信息 都只向您穿海 这个你不用管 把东西交给我 我去找林多多 集团那边 让子弹 再飞一会儿 呦 林小姐 又把我约这儿来了 怎么着 还想杀我呀 你想不想帮我 想啊 我做梦都想 绑架林多多 这 为什么呀 不是 我干 我干还不行吗 林多多 林多多 有蛇 你敢绑架我 王傲天 你终于出现了 林多多 你也终于出现了 你还好意思来找我 你之前联合林多多欺骗我的事 该怎么算 联合林多多欺骗你 你还想交给你 你自己看这是什么 你把架林多多 他让我吃了那么大一个亏 我没杀了他 已经算是给你那样子 你想怎样 简单 你跟他离婚 跟我在一起 咱们携手合作 一起 对对 王傲天 你考虑清楚 现在林多多在我手里 你要么跟我合作 要么 我只能给他收吃了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好 我答应你 你这个女人 你这么无情 我也行 我们谈谈合作的事吧 这里面 是我们最新监测到叛徒的头发 还有些文件 就这么几根头发 怎么 对堂堂林氏来说 就这么几根头发 他查不到一个人 还有 一些文件 你敢绑架我 你联手王傲天一起欺负我老婆 我不绑架你绑架谁呀 大哥 你脑袋被驴踢的吧 我们什么时候欺负过你老婆呀 林多多就是我老婆 我不绑架你绑架谁呀 哟 你还认真吗 你别认真 可拉倒吧 像我们这种人 怎么可能飞上枝头边梦房 哎 把我牵开吧 毒蛇 你还没搞清楚 为什么林多多嫌弃你啊 你闭嘴 一个是林家大小姐 一个是街头混混 你自然比不过他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不过 我有办法让他对你观目相看 真的假的 你看啊 王傲天色林多多花了这么多心思 不费就是要找出两家公司的叛徒 要是你能帮他珠富这个人 那林多多不就对你观目相看了吗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 那我要能找到这个人 我还用得着保驾你 你找不出我可以 我早就发现出丝马迹了 你可以说说说说 什么 你想独吞啊 我就算告诉你你也找不出这个人 你瞧不起我是吧 没有瞧不起你 你看林多多和王傲天 找了这么久也没找出来 你觉得你可以啊 那你这说来说去 我全是废话 不过你要是跟我合作 我能保证你能抓住这个人 真的假的 信不信有你了 就这一次机会吧 好吧好吧 林多多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但是这次你要再骗我的话 我就把你信箭后商 放心吧 快帮我解开 好吧 好啊你个林多多 你居然指使毒蛇的保驾了 你真的我好欺负 那咱们现在干啥办 等着吧 七天之后 听我安排 现在天圣鸡团已经完全在我的掌控之内了 没有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不可能 据我所知 那部秘方就在王傲天的手里 要不然天圣鸡团怎么会崛起得这么快 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王灵天 什么意思 商户我们可是做好的同理合作的 诶 当初那个都方序 我也是这样说的 好 放心 等过几天王傲天独发身亡 人就是一家人 那天圣都是你的了 你还要知他于四点 王傲天能力太强 够狠 啊 一天 没想到吧 贴身的鸡团这么快又一煮了 王傲天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 你有那些人的把柄 难道我没有 王傲天 你也蹦大不了几天了 那 这快告诉你 这毒药再吃下去 整个人都得废 不用你管 哎 你来了这么多次都把脸挡着 你是不是在做什么坏事 我欠你 不要多管闲事 你这人 贼 他人已经走了 你们快去追 千万别暴露了 王傲天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问 你自己看 这什么 我们根据鉴定和匹配 发现这上面遗留的毛发 本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我的 王傲天 我会一直以来 你都贼喊捉贼吧 怎么样 自己看 这是哪儿啊 阿姐 你身为王傲天老婆 你不知道这是哪儿 别卖官司了 快说吧 这是王傲天家呀 王傲天家 不可能 这跟我上去的地方不一样 你还比不信啊 我和我小弟一路跟踪到这儿了 我眼看了黑衣人进去就没出来过 莫非他们是你家人 看来 我们得去拜访一下王傲天的家 啊对了 这是王傲天妈妈家呢 李东东 你别胡言乱语 怎么可能是我贼喊贼贼 这上面的检验报告 跟你的相似度那么高 不是你还能是谁 这绝对不可能是我 莫非是他 你在说什么 乱七八糟的 我有一个同胞弟弟叫王傲天 这事你知道吗 同胞弟弟 这是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先别管了 回家再说吧 好 我跟你一起去 顺便 见一见我那素未磨面的朋友 我说 咱们就这么进来了 不太好吧 毒蛇 难道你不想查明真相吗 有人吗 有人吗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么跟你说吧 我毒蛇 别的本事没有 但是在关宗这一块 从来没出过错 你接着吹吧你 林读读 别瞧不起人诚 谁 别抓我才弄鬼的啊 既然来了 就都别走 你口气倒是不小 你知道我是谁 老子是海天 是鼎鼎大名的毒蛇 果然是你了 是你 光看你的眼睛 我就能确定就是你 说吧 为什么给王傲天下 跟你说了 别让你多管闲事 也不要 你想还挺狂似的 是他什么 不确定 是他 你再跑 小心我弄死你 红果 你怎么会这么果 想不到 你们居然可以找到这 我也没想到 你居然是王傲天的弟弟 这么说 你都知道了 说吧 你在我这里买的毒 是不是给王傲天下了 是 那看来 天生集团和临时集团的叛徒就是你了 叛徒 就应该收手就请 是吗 如果你不是叛徒 你为什么给王傲天下毒 我给他下 自然有我的理 但是你说的叛徒 你别过来啊 你再过来 我要你好看 我知道我为什么比王傲天下毒 天生 本来也是我 有什么让他一个人 你别过来了 你再过来 我让你穿上望穿粉和我一张的厉害 你让威胁我 你们都也在 我还是你 看来盗取天生集团机密的人就是 不是吧 不是吧 他吓的 但是机密不是他盗取 你怎么知道 在你来之前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能查清楚 我跟我不相信 事情没那么简单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来看 这王明天 必然和叛徒脱不了关系 我凭什么这么说他 你有证据 我真的不行 你以为你是谁 我凭什么给你看 就凭我是他大嫂 哦 是钱大嫂 你们都不要吵了 多多 这是我们找的线索 真的是你 现在才知道 有戏已经看过了 王林天 疯了吧 你这想干什么 那当然是杀了你 全代表 王林天 你敢杀了我 我临时集团就不会放过你的 林多多 你还不知道吗 你们临时集团也有我的人 大人 我 王林天 干什么 干什么 哥哥 现在该你选 两个嫂子 人选一个 你就想知道 真吓我 我跟你说我不是叛徒 那总不是叛徒 你为什么害你哥哥呀 就是我这个狠狠 你死了 你死了 他害你什么 天上集团 看来是我的 那他突然从这 不走我们一起 这次还是胖子 去走我的后期 他还下令 说什么从此不如让我踏入集团 不出了证我都轻声了 不出了证我都轻声了 难道是他自多 起来吧 我已经给你封印了身上的骨了 林多多 刚才他为什么一学狗上 我身体就不受控制了 你中骨了 什么是骨啊 别老说 起来再说 那这么说来 天上集团的汉徒真的不是你 当然 我难道会背叛自己家的集团吗 那会是谁 你 混蛋 王老天 想不到吧 您 今天 你到底想干什么 干什么 我要天 凭什么你可以取代 你就那么在乎集团的妹子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里面 你那点手段能困住我 哥哥 就按照平时 那肯定不行 可是现在 你深重剧图 我什么 王老天 你不要乱来 你说那么多还没解 这不就没有力气 你都多 看能干的好事 大嫂 这次真是帮了我大 发现你这个女人真是尘世不足 戴戏有余 你闭嘴 行了 别吵了 大哥 选一个 我说两个都要的 那很简单 啊 那你们一起 下距鱼 等等 我退出 我退出行不行 可惜 你做什么呢 你坐着 感动了一根坑 我 怎么 大哥 你要杀我 你找死吧你 大嫂 想不到你這麼痴情啊 我天 大嫂你的毒真厲害 連咱們海添是唯一的五星少將 你給你放了我答應你要求 現在沒有四個問題 哥哥雖然你選了大嫂 大嫂 由這就沒用了 小嫂你給我住手 我留天 你以為你殺了我 你就可以掌控零星還有天聖集團嗎 沒錯呀 殺了你們 就沒人跟我鬥 你以為除掉我 我就會放過你嗎 李小姐 你父親 我跟你拼了 你找死 你找死 你要幹什麼 既然你不自量力 那就先送你去死嗎 住手 你們別想殺害你 你 就憑你還想跟我鬥高 有兩命 林小姐 甩薑 哎 嗯 慢著王林天 你不就想要錢嗎 你要錢 我給你錢就是了 林小姐 你覺得我在乎你們家那條錢 我要的是 親切 別心親密 難道 你說的是那本名譜 不錯 這就是當年十一門鈴槽 你心想 我就是死 都不會給你的 去死吧 你傷我可以 但行你不要傷害他 我原本以為王傲天是個痴情子 沒想到 我給他更痴情 放過很多 好啊 求我 你求我就放過 王林天 咱們倆之間的恩怨關別人什麼事 有關事 你衝我來啊 好啊 那你就去死吧 我 我求你 算我求你了 放過林多多 哈哈哈哈 太感動了 那你們倆 一塊去死吧 怎麼辦 怎麼辦 咱們聯手 一起支付王林天 咱們聯手 一起支付王林天 好 王林天 你就不怕我把你買毒藥的事情 送你出去嗎 林多多 你不會覺得 你還能怎麼 我饒不了你 哥 就憑現在的你 什麼時候多 不過 你要是可以跪下來請我的 我說不定是放下 休想 看來大哥對大嫂的愛 不如毒蛇 對林多多的愛多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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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 五星 我愁慌 你 你憑什麼學到 我會喪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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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苦了 王林天 你找死 就憑你 你 你想傷 王林天 你回頭看看 王林天 你回頭看 這是什麼 這是粉姑娘刺激的忘穿嘴 讓你洗她萬萬七十零 若我殺了 大人編喃 那我沒有幹什麼給我殺 杀 杀 林小姐 你真扎我屁股上了 我朋友 你真想扎我嘴里的 我说你俩能够看得懂点 你嘴 我操什么 怎么跑啊 计划失败 接下来看你的 我先 这一身 你给你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要不 去我家吧 不行 现在我们两家 包括多多家 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你现在回去只能是受痛了吗 这样吗 要不还是去我那边 我那还比较安全 慢点 你们放心吧 这是我私人地盘 他们不会知道的事 你先坐下 别客气别客气 坐 当死你家一样 你怎么 我当死我了 毒蛇 你怎么了 林小姐 我快死了 毒蛇 一直都是我误会你 林小姐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毒蛇 死而不害 谢谢 不过有我在 不会让你死 嗯 我 林小姐不行我晕真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绝对能治好 你不用吗 哎呦 其实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 喜欢的人 是你 好了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了 嗯 不 你不知道 尤其 我可不想 装不好自己 放心吧 有我在不会让你出事的 嗯 放心吧 今天啊 我要把你所有都给剪开 你不要 哎 什么 什么 这叔叔 你是不是听到我女儿吗 林总 我们确实没有障碍那女儿 不然 你以为他们逃掉了 我的事 你最好能记住 我的话 当然 事成之后 神医门的命谱 全部给你们临时集团 我们 绝不藏私 这该怎么办 林总别着急 这侦查搜捕的事 这交给我们去做吧 你们就这么做 就没抓到他们 放心 咱们 不是还有个人质吗 谁 带进来 是你 怎么 林总你们认识啊 自然认识 二十年前神医门的门主 不议 你们 这些房秘的说 别急了 把别的 进行无故 请 你先 我跟你们临见人 老死不想回来 老爷子 你这话说的 你自己也是比较人了 这就 别闹出僵了是不是 你们 躲藏了神医门的秘密 哎 和老人媳妇 不提呢 善罢该丘 哦 原来林总是靠坑害自家人 七家的 嘿 王大川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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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识什么 啊 你放心 我赚十部分东西 来人 你带起来带起来 李川海 你想做什么 王大川 你 你以为就你手里有八度吧 你抓老爹 无非就是想接我的想法吗 我抓你的嫂子 罚你的 你 人是江湖 大声 你把我发动 四五三 哎 林天啊 家教 何处 那家教 怎么跟你想想 嗯 王总啊 你还是太嫩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简单呢 给林朵朵和王老天打电话 咱们一起出来 你往大街 别说好了 你怎么干呢 你放心 我这是啥都饿 咱们一十八 那我们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哇 如今 我的毒已经变解了 你怎么要怎么做 我要回去召集我的舅母 叫他的一位拿起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不是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自己就去 一个人怎么能行啊 放心吧 我这个五星上将 我是白白的 林朵朵 现在您老爹在我们手上 识相的 赶紧出来 否则 我要了他的命 你敢 王大山 真的是你 你给我等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王傲天宇别着急 现在你已经在我身上 明天神医门独名剑 否则 我们就似乎我的舅 不是 忽然 我父亲没有参与 老朵 你别说了 我一定要当着我父亲的面 问问他 到底想干什么 可是现在敌众我管 这可怎样 如今之后 怎么在哪 可是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现如今 我们最大的胜算 在王傲天身上 我们必须为他争取时间 我想了那个办法 我和周舍把林都督绑架了 然后去跟他的父亲 为傲天争取点时间 林都督啊 这怎么可以啊 好 我答应你 林小姐 这样会伤害到你的 无妨 我就是要当着我父亲的面 问问他 究竟想做什么 刘田 你这边需要多久时间 少做半年 多做一天 那我们就为傲天争取一天的时间 那万一一天以后他还回不来呢 那我就跟他们拼了 林川涵 王大山 不错 你们还要停手 老王 居然敢绑架我了你 林川涵 你快把我老爹放了 路人 我都 林川涵 你要是敢动我女儿一个 撒个几天 好啊 你试试 哎 林中涵 你干嘛呢 你别跟我冒私仇啊 你是吧 林中涵 看你这疯了 有命 反正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你要是不放我老爹 人也失去 父亲救我 快救我 你等等 把刘少涵带上来 老爹 我就是三下 我们一起到人 哦 小姐 老爹 老爹 这两个人罪大恶极 你千万不能放过他们 你可威胁我 放不放 你远点 我放 我放 你够丫头 我当初叫你飞行 不是让你用来威胁我的 干什么 带下去 父亲 你不能一错再错了 父亲 四条 慢着 我 董奶奶 昌海啊 你怎么还这么独自量力呢啊 把他们赶快过放了 我 知道你进屋一堆盒子要偷了 你不能放 你是不是想让林家就此默了吗 我做了一切都是让林家做大做情 你就别管了 你给我带下去 林多多 你上去 我看看他 你来救你们 老爹 你在说什么 朗朗 就是这个林春海 在二十年前 他害了你的父母 他抢走了神医门的秘土 心浅 他又想顾忌从事 千万不能放的咱们 是你害到我父母 没错 我之间在林氏集团已经找到了证据 在林氏集团拍的照片 他就是你 你想死就 你 我亲 没想到真的是你 林多多 我救赎三生以后一起 我说我立刻擦了他耶 走了 没错 林少全 还是你宗秘 林多多你们今天是 你十个都跑了 父亲 你放了他们吧 多多 你这是我回忆的 谢谢 父亲 你要是不放了他们 我去拿场自尽 勾结林川海还有王大山 师祖做想要 你说该怎么办 好好骗 玩笑可不是这么开的 小鑫 我告你诽谤 真是不见关在不落泪的 实话告诉你吧 林川海和王大山 已经在了 他们进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可是正经生意人 你自己看吧 所有的证据都在上面 这些司令你从哪来的 多多可是我好老婆 我还会 你自己就送我 所以 是我送你去 你自己去 冬子 我 冬天父天生 和李川海 到几公司机密 你还点了我东方去做假药 你对了给你死去的对确吗 你原谅我吗 哥 我知道错了 都是那个王大生 是他让我做的 把我从天生解释 解释他的主意吗 就是他 就是他 给我下毒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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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大哥一切都是为了你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畜生啊 爸 别生气 别气坏着身子 现在才记得王傲天 等他来了就是你的死期 臭丫头你看拖延时间 难道你以为我们来这儿 你是等死的吗 你 你别忘了 不要全物心在我们手上 他来的文化我们怎么样 趁他们一来 赶紧将他们拿下 他怎么办 我拼了 弄完了 没招了 哎呀 林卓主 你这也不行 而且你在我面前用毒 你却不搬门弄斧吧 你放屁 林正涵 在我的面前 他大言不散 我 对 那今天你们谁都行 你给我拿下 赶招了 你们找死 王傲天 你终于出现了 我告诉你 你母亲在我们手上 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王傲天 你放心 我已经让人把你母亲救出来了 你可自己跑了 你已经错了一次了 不能再错了 好 你们谁也跑不了 你们俩呢 就准备在大牢里 还以为了吧 别提款这身子 妈 我错了吗 我真的错了吗 我老爹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从此以后我在家就 少少年国 妈 你救救我妈 妈 你救救我妈 我不想做了妈 我 你受亲了 我错了 我我不懂事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做错的事就要负责 师父 我真的是小天啊 当年我回到沈一门 却发现所有人都已经不在了 我还以为你 你小子 你小子还真是命大 十几年前的那场袭击 在这世上就剩下我们其他了 我为了挪夺安全 我林少泉隐姓埋名 没想到这辈子就这样 没想到 还是被你小子找到了 你怎么就这么认定我 胎记 是啊 你中毒后老弟为了救你 解药改变了模样 那是你的胎记 这一辈子 难怪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熟悉 我老头子害世老 爷爷 诸位 您是以前犯下大错 如今已拨乱反正 感谢各位的帮助 哎呀 师妹 客气了 各位可能还不知道吧 我一老爹是师兄妹 我们年轻时候 恒在神医门下学医 你不是师兄妹啊 是啊 朵朵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看你第一次用药的时候 我就看出你是神医门的传人了 怪不得 怪不得他当初能轻易背出养生丹的配方 如今前程已过 愿我们携手共创未来 感谢董奶奶 我们林宝两家合作 必然能再创 是一门的辉煌 好啊 趁此机会 我宣布林氏集团 将有林多多和林多多 共同接任 还有我呀 还有我呀 宣布 这是他们欠咱们的 你就放心地接受吧 况且 咱们这一门 才是真正的神医门正宗 传真 对呀 多多 你有意见吗 没有 我觉得挺好的 一个人没有对手 确实激寂 虽然你的真厉害 大概是不过我的主角 你什么意思 要不要再来比一比啊 比就比